真的是从天堂跳入谷底 铜牌转眼就飞了 巴黎奥运女子个人体操决赛 罗马尼亚两位选手得分并列第三 没想到美国队申诉成功 美国选手切尔斯在难度分 获得加分0.1分 几下罗马尼亚得到铜牌 开心跟同场银牌的体操天后拜尔斯合照 这一幕让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气炸了 他在社群媒体上扬言杯葛 不参加奥运的闭幕式 他说运动员受到不光彩待遇 非常可耻 不该玩弄选手的感情 另外一边的水上芭蕾项目 今年没有大魔王俄罗斯参赛 中国队几乎复制贴上的完美表现 拿下超过712分 遥遥领先 排名占据第二的美国队 分数就差了快70分 想要在技巧自选项目追上大陆 抢金牌有难度 不过最佳惊悚奖是非法国莫属 不管从背面看还是正面看 居然都有人脸 原来是法国队里有帽上 有人脸的图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面人皮面具 射击项目又出了新的话题人物 英国26岁女将拉特 刚刚在女子定向飞把 设下银牌 赶紧到场边抱抱心肝儿子 原来三个月前他才刚生产 奥运前五周才重返训练 丈夫带着儿子到奥运比赛现场 想给他惊喜 正好一家人就见证了夺牌 美梦成真 TV 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